嘿大家好,我是陳厚 這場比賽在玩艾里 艾里在下一次的改版中 並沒有太大的更改 他在下一次的改版中改了只有他的弦 這個弦是從原本的暈眩1秒到0.75秒 大概少了1.4的控制時間 那我剛剛從下草這裡探上去 看能不能抓對手一個出奇不意這樣 不過如果你要從下草探上去 你要注意盡量往邊邊靠 因為有時候你沒注意的話 你會被對方剛好從路徑上過來的小兵探測到 這裡我對線是沃瑪爾 沃瑪爾在新的改版中好像沒有做任何的異動 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那這裡就是跟沃瑪爾在做一個迂迴對線 那玩這個艾里呢其實我大部分都走凱撒路 那我如果應該說我蠻喜歡去走這個下方的凱撒路 因為除了可以搶人家金錢歸像這樣 沒有一個進場之後進去然後一個懸好不好 收掉對方的...哇那這裡 哇哇哇哇 超級 時機真的抓的超級好 準到我想罵髒話 超準啊這根本我這朋友是敵方派來的啊 這超級爛 line的這個超級gank 史無前例沒有這麼剛好的一次 就是我就被雙抓的時候 這筆戰等我贏了我們再來算 那這直接就是來抓這隻 來不及逃回家的小小握馬 這個斬殺好收掉他 那對方蝙蝠俠也來了 不過我是不怕他 因為我大招直接定住他 那搭配刀鋒 那刀鋒那這 因為蝙蝠俠他往他們的那個塔裡靠 那我剛剛是稍微有點歸了一下 所以往下滑 那導致我們刀鋒跟對方蝙蝠俠一打一 不過如果剛剛硬打的話 不知道會是如何的結果 那不過沒關係啦 大家都沒有人頭虧數 我們也不用打太兇嘛 留一點名聲給人家探聽 不然下次人家看到我 就一直要針對我 我說欸他上次打很兇耶 這一次我們針對他好不好 好那就回來繼續清下路的這個兵線 那金錢貴又出來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搶別人金錢貴 我是一個不會 我是不太會玩 帶制裁的那種浮坦 所以我都是靠蠻力去跟人家搶這個金錢貴 那麼再看一下這一波搶不搶得到 好又搶到 我是原本是想要直接開大搶金錢貴的啦 那沒想到這個選呢就先已經搶掉了好不好 那我剛剛這個大完全是這個空大 不過我完全是要搶金錢貴 那既然已經搶到 那這個大呢有沒有打到呢 我覺得都無所謂啊 如果剛剛蝙蝠小突然出現的話 那我一定會非常後悔 我把大拿去打這個金錢貴喔 那對方的握馬爾已經跑到這個中路去了 所以趕快抓住這個時機 那對方蝙蝠小也過來了 那這裡呢我直接開大 加速逃跑啦 我並沒有要跟他打 那因為中路的兵線有點過來 那看在那邊夾殺掉這一隻握馬爾 好那我幫克里希遇到他 不過他一個位移呢 是躲掉了我們這一波的進攻 那蝙蝠小剛剛是存在下路啊 而且我兵線一直在過來 所以我想要先清一下兵線 那這條古龍呢 我是一直很想要單吃啦 不過 對方蝙蝠小其實蠻常來下路探的 來下路探班這樣 所以 那 所以我剛剛一直沒有機會去吃啊 不過現在啊 我已經看到蝙蝠小在他們的上路這裡 那 對方握馬爾也需要一點時間去清兵喔 因為握馬爾清兵速度其實沒有很快 所以我可以很安心的去吃這個古龍 那吃完之後剛好無縫接軌 雖然被他偷走一個補包 不過沒關係喔 我身上只有古龍笨 那對 紮紮實實的拿完這個補包之後呢 不是 清完這一波冰之後 我們再上來看一下 那這裡 哇 我這裡又是一個空大 我今天真的是空大日啊 那最後一個斬殺 收掉了對方的蝙蝠蝦 那這裡看能不能抓他克里姬喔 不過我隊友都沒有跟上 就算了 我們再回下路這裡 那對方握馬爾已經又推到我家塔 那我直接跟刀鋒來個背後包抄 那刀鋒這個時候有跟上嗎 啊 沒有 因為對方的握馬爾直接就交一個位移技能 往前跑喔 那這裡稍微Poke他一下 再吃掉這隻金錢龜喔 到現在對方一隻金錢龜都沒吃到啊 整個就是很愉悅啦 好不好 那我們這裡再跟草這裡蹲一下 稍微晃一下 因為魔龍載過一下就要出了喔 所以對方的人呢 如果有觀念的話 你會往上走喔 那這裡我覺得還是回去顧一下塔 因為我本來想要一起去打這個魔龍戰喔 因為愛里的衛蘇其實很快 所以 呃這樣講好了 因為通常凱撒路的如果對方沒有去做一個支援 那我這裡哇蝙蝠蝦剛好進來喔 我完全就是剛剛好好的去抓到對方的這兩隻 那這裡再做一個暈眩 暈到對方的蝙蝠俠擊殺掉對方 雙殺好不好 差點就要被硬塔扛殺喔 那蝙蝠俠呢因為也是來幫忙 所以表示說他們的魔龍戰打起來會非常不利喔 那魔龍基本上就是又是我們的喔 那這個塔呢 又要被我收掉 那剛剛講到那個凱撒路支援的是啊 呃因為有時候如果你支援太久的話 基本上你的凱撒路到對方有炮射的話就更快喔 很容易就會被推掉 所以支援的時候一定要量力而為 不要拖太久了 因為拖太久的話 魔龍搶到是最好 那如果沒搶到 又被對手打一波S 那是非常非常虧啦 不過基本上前期的話 只要沒出什麼差錯 你說無打是要打輸 那就是個評本事的問題喔 就是大家實力相不相符的問題 那在中路這裡看到遇難喔 馬上往上面看喔 那但是這裡 對方應該是已經看到我喔 所以 我是直接進來然後就想要加速逃逸啦 沒有想要打 因為剛剛上來的時候看到凡恩嘛 那表作凡恩應該已經看到我了 那我們再回來這裡清一下兵線 那對方的握馬爾 一直就是沒有辦法去參與會戰喔 然後又被我殺了兩次啊 所以呢他現在等級跟我是有差距 那真的要硬打的話我也不見得會輸他喔 那你看他的血量其實掉的比我還快喔 那我身上又是有斬殺的喔 那刀鋒應該可以收掉喔 我就把這個機會讓給刀鋒 看一下能不能 好那本來是想收尾啦 本來想說話不算話讓自己自己剪掉 那對方蝙蝠俠也來了喔 稍微的退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看一下這個狀況也是稍微有點順風啦 呃風向有點壓在我們這裡 那我這裡本來是想要進場去偷掉他的這個藍buff 因為對蝙蝠俠來講 蝙蝠俠來講藍buff 呃就是像跟納克羅斯或是悟空打來一樣 藍buff對他們來講都是另一個生命啦 所以搶掉的話基本上就是搶掉對方的一個一個心防喔 可能是左心防又可能是右心防喔 那這裡呢看到塔血量是很少 硬是直接進場想要收掉這個塔 那OK塔打掉之後我們再繼續蹲這個草 不用太著急喔 那看一下狀況 因為呃像這種比較薄皮型的順殺角色呢 呃大家一定要記得要盡量用草去做掩蔽 不要讓對方知道你到底在哪裡 因為這種角色他是有一個順殺性的爆發性的一個 呃傷害嘛 那如果呢你一下讓對手看到你在場上 對手很容易就有警惕 那不要讓對手看到你呢 一來呢你比較不會被針對 那二來呢就是對手比較會比較猖狂一點 因為想說欸對方的誰誰誰不在啊 那我這裡看準時機好不好 抓啊本來要抓這凡恩人 那我本來是想要再進去的啊 但是對方抓到我囉 所以我就稍微拉出來一點 那開大招只有開到一個人啊 不過沒關係好不好 我們就是這一波會戰呢也算是打得還可以 那我本來是想去抓對方蝙蝠俠 那這哇開了一個斬殺 那他應該身上是有這天蟲嗎 沒有喔 他身上剛剛到底有沒有天蟲啊 因為他那個血量斬殺居然沒收掉 但是我開完之後又沒有看到對方 寫免疫兩個字喔 所以我很納悶 到底對方這個蝙蝠俠呢 到底是安什麼胎喔 怎麼會沒有被我斬殺掉呢 好那這一波會戰呢也打得算是不錯啊 沒有說死傷慘重 那對方信箍S 直接就打到對方的這個高地塔 那在新的改版當中呢 你只要把對方的三座高地塔都打掉之後 你們這一方呢就可以派出一個 終極士兵 都在中路形成三個終極士兵 什麼意思就是你三個塔都推掉之後 你們在中路呢會 額外形成比超級士兵更強的一個士兵喔 那可能是傳說對決裡面的哨兵計畫 好不好 模仿S戰點哨兵計畫 那我這裡直接就是衝到他們兩個中間開大招 那這個蝙蝠俠也過來喔 直接在近距離一個斬殺 收掉了對方的蝙蝠俠 那這一隻 握馬爾呢想要殺我 但我覺得我會被他殺啊 我還是先 先先走 那直接穿牆之後 讓握馬爾人望塵莫吉啊 連我的車尾燈都看不到 這就是愛里強勢的地方啊 我要跑啊 你根本抓不住我啊 除非真的是一坨人殺上來啊 那被抓到還是有可能會被抓到 好不好 大家也不用覺得說 仗著自己是愛里這樣 啊 勢必還是得回城喔 因為對方都復活 對方狀態還是不錯啊 那我這裡還是想要再蹲一下看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 紅BUFF 可以吃喔 那這裡剛好 我剛好在看裝備啊 那剛好回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吃不到對方紅BUFF 稍微的一點點遺憾喔 那我們的人呢已經在吃凱撒 我趕快過來幫助我 幫助他們喔 因為剛看到對方蝙蝠俠在附近遊蕩 所以很可能 被蝙蝠俠這麼一亂 不小心被搶掉 這也是不無可能啊 好的 那現在既然吃到凱撒 那要怎麼辦 各位親朋好友可以告訴我要怎麼辦嗎 當然就是直接硬是跟他們強開戰喔 加上現在的優勢 那如果你們是這個 雙方 就是 平分秋色的話 千萬不要搶開戰 如果你是 確定勝券在位的話 盡量就是搶開戰喔 那像這樣的話 對我們這一波 剛直接殺到他們中間開大 再次的暈到對方兩個人 那 對方直接就是S喔 那 挾著凱撒之力好不好 打這一波 蠻漂亮的一個 會戰啦 那我們也不枉費凱撒把他的力量借給我 好不好 好的 那這MVP呢 又不小心的被我拿下啦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獲得這個 出裝 那以及 這個 傷害百分比啦 好那就先這樣囉 掰 就對了 喔 謝謝 球